如果天氣好的話 今天在全球的部分區域 是可以觀測到日時的現象 而這一回日時是罕見的複合日時 所以在不同地區 可以看見日全時 日環時或是日偏時 至於臺灣是可以觀測到日偏時的 不過下一次想在臺灣看到日時的話 還要再等七年 日光逐漸被遮掩 在古代被稱為是天狗時日的日時現象 在澳洲埃克斯茅斯出現日全時 和過去常見的日時不同 這一回是罕見的複合日時現象 民眾身處於地球的不同區域 可以觀測到日全時 日環時和日偏時 月球的距離剛剛好在發生日全時 跟日環時的那個界線上 就會產生複合日時這樣的現象 那在地球的兩側的人為本引帶上面 那這個時候他們看到的就會是日環時 日時帶上中間部分的那個地區的人 他們看到的就會是日全時 以二十一世紀的兩百多次日時來算 複合日時只有七次 發生機率大約是百分之三左右 而這一回的日時帶大多位於海洋地區 所以能看見的人相當少數 而臺灣則是可以看見日偏時 以臺美為例是在中午的十二點三十四分開始 而被遮蔽最多的時間是在下午的一點十一分 而日時在四十七分的時候結束 以臺灣地區下次還可以看到日時 會發生在二零三零年的六月一號 我們統計了一下 大概這最近接下來這十年 我們臺灣可以看到的日時都會屬於日偏時 要是民眾錯過這一回日時的觀賞 還要再等到二零三零年的六月 臺灣才會再一次出現日偏時 而至於複合日時 上一回是二零一三年 下一次時間會更晚 要等到二零三一年的十一月份 記者曹彥均出負財 Terry報道